台大A任命六部 台湾封城秘妙学会 万新一 谢谢主持人介绍 那有幸接在沙处长后面的演讲 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他一直是我们朝向医师科学家 迈进的一个最好的典范 那刚刚我听着听着就觉得心碰起来 不过我要帮各位从转移男士的社务线癌 拉回到另外一个场域 早期的社务线癌 我们如何尽量能够减少我们诊断社务线癌的代价 能够也是要尽量精准的 能够很高比例的抓到真正有意义的社务线癌 所以我讲的是社务线癌诊断的辅助性实验性检查 那这次的大纲事实上也在我们宣打里面 还是要从PSA讲起 我们说早期诊断社务线癌的BioMarker 脱离不了PSA 我们等一下30分钟大概会一直重复出现的 这个Prostatic Specific Antigen 那接下来这个已经存在在我们的Center 我们的Practice里面二十几年了 那新一代的我后面的篇幅会介绍一下 什么叫Prostatic Health Index THI 那它的表现是如何 还有在台湾我们今天可以跟各位分享本土的资料 跟其他国家所发表的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未来我们如何提供给我们的患者 所以第一个就是PSA已经是我们拿来诊断社务线癌 二十年来的新标准 那它真的不好吗 我们事实上是反过来讲 因为大家都知道各位都是专业人士 在一二年美国官方立场反对PSA筛检 那它有那么不堪吗 其实在BioMarker里面 还没有哪个BioMarker可以specific到拿来做Cancer Diagnosis 跟Springing 那它是one of the kind 那可是它也有它的缺点 讲到PSA我们还是快快回顾一下 在这个社务线癌的BioMarker的发展过程中 1936年第一个发现是社务线癌 跟这个叫做Prostatic acid phosphatase PAP 是它的产生跟它的progression PAP也会上升 那1941年大家都知道诺贝尔奖的发现 社务线癌跟搞不同是有因果的关系 可以科学性的验证 那70年第一次发现PSA 80年PSA被发现它在社务线癌是会增加的 那86年它就得到Approove了 可以拿来侦测癌症的复方 那94年它被FDAApproove 拿来当作施物线癌的Screening 那当然要加上其他的这个遗传的检查 从此之后1994年到现在超过20年 它一直是我们诊断 早期诊断施物线癌最主要BioMarker 那当然这中间科学家不是最早 一直在发展其他的可能是Combination 可能是Normal Grunt 或者是什么Index 但是没有哪一个结果是能够取代PSA 那我们到底是捅它还是虚它呢 这个PSA事实上是很强 我们刚刚说了 那它的上升跟社务线癌 被我们侦测到的机会是 几乎是一个线性 大概我们没有办法一刀两段 说哪里以下就不会有Cancer 那这个是引用PCPD这个Trial的Data 可贵的是它每一个病人到最后 都要接受一个切片嘛 所以我们知道 当它PSA小于4的时候 还是有可能有Cancer 15% 那4到10这PSA上升 在这个Trial里面有三成的机会 它里面会在切片之后被诊断出Cancer 那高于10这机会就高很多 所以我们仍为了把这个PSA的正常值 这个设在10啊 当然各位有历史众生的知道 这个4这个标准是有 有往下压然后再回来的这一段故事 那但是4到10很多我们每天 匿癌科医师或其他癌症相关的医师 在Depay的都是4到10中间 这个比例我要不要给它切片 切片也不是没有病发症 所以30%反过来说就是切片往后 70%不会抓到癌症 所以它不是一个那么specific for prostate cancer的marker 所以就是有这个man need 存在 那我们刚刚说其实科学界 医界一直在想办法要找到更好的 更specificmarker 那接下来的蝙蝠 我们来讲这个prostate health index 那它是什么 我们怎么得到这个检查 那这个图是稍微 但是我想我们先讲一个这个概念 这个我要稍微orientation一下 这个黑黑的是色乎腺癌的上皮细胞 我们知道色乎腺性的上皮细胞 我们知道色乎腺性的外分泌线 那外分泌线是由这个上皮细胞 所这样lining起来的 我们可以想象这中间是腺底 中间是lumen 那我们的那个PSA 是在这个上皮细胞制造出来的 那它在被制造出来的原型 它有237个氨基酸 可是它被制造出来 前面还带着7个pro peptide 它在细胞中履行 有它自己的功能 那在到了这个lumen里面 它被分泌出来之后呢 我们要一个enzyme 把这7个pipide把它切掉 那切完之后 这237个 这个最后floating 它是一个有功能的PSA 它是一个 也是一个pro TS 一个enzyme 那但是这个切 总是没有办法 百分之百那么精准 有的时候就是把这7个全切掉 有的时候呢 切到剩2个 切到剩4个 5个 或者是7个都没切掉 这些总和起来 叫做pro TSA 那我们等一下的焦点 都就进一步锁定 再有个剩2个 叫做P2PSA 那这个Orient 这个Orientation是这样 这是上皮细胞 这是肌体细胞 这是basement membrane 那在它成癌 成膜的过程中 有个特色是它basement membrane 会消失或者是破坏 没有那么完整 所以在这个lumen里面 pro PSA 会进展成完整的 有功能的PSA 那在癌里面 倒不见得是它制造 特别的增加 很多时候在早期的时候 是因为basement membrane 没有了 所以它漏到血里面去 所以我们才在血里面 找到这些 protein 当做marker 那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是在过去的研究 发现在癌症的组织里面 这个P2PSA 在底下它的比例高了很多 这个P2PSA 所以我们来讲 所谓我们说的整个PSA 它有很高的比例 大概八成多 是complex 它跟一些protein 连结在一起 叫complex PSA 那这些free form里面呢 有一小块 这些都是pro PSA 其中这个P2PSA 在过去的研究里面 被相信 跟癌症的相关性最高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 就是会反复的讲 这个P2PSA 它就是完整的PSA 前面带了两个pro peptide 还没有被切掉 那这个prostate health index 所以过去其实 学者都是聚焦在这个P2PSA 然后把它normalize free PSA 叫做person free PSA 觉得它可以比原来PSA更好 那这个health index 我后来才知道 其实是由业界 反馈回来 由贝克曼这家公司 所提出来的一个index 它是一个算式 这个就是person P2PSA 再乘以total PSA 开更好 这个是prostate health index 那在过去的 我想是统计学家的努力 它的这个区分的效率 比我们原来所看的person P2PSA 要更好 这就是prostate health index 所以呢 我们从病人这里抽入学 量也不多3-5cc 那同一个sample 我们用ELISA原理去测P2PSA 3PSA 跟total 我们会得到这个病人 这个时候的PHI prostate health index 它是一个指数 好 那这个PHI 它的表现如何 我们当然就是 今天会在这里 所以当然就是有一点 就是它是positive 那到底它的证据力多强呢 我们等一下 啊 来跟各位介绍 它的证据力多强 是不是很实验性的 还有这个台湾 我们本土的data 跟之前已经发表了这些 国家西方人种 还有其他亚洲人种 那是它的表现是如何 那这个我们先sign的这一篇 09年 这是一篇review 那其实我刚刚说 P2PSA在2000年 就已经知道 在癌症里面 它的表现量比起 它的normal的控制 同一个病人的normal组织 它的浓度要高蛮多 那当然那是IHC的study 那所以过去我们 在这个时代08年的review 都是在看所谓的person P2PSA 它拿P2PSA除以freeform PSA 它可以提高 在这个灰色地带 我们刚刚讲 这个是每天我们遭遇的 两难灰色地带 那它可以提高 PSA预测切片量性的 specificity 从两成增加到31% 或者是significant cancer 从10%增加到19% 相当的不错 那中间这个P2PSA 是我们聚焦的 那这个2010年 这是一个有趣的study 这个Rubo 我看它在整个发表的 series 里面都 它都是灵魂人物的统计学家 那这个study 就是有两个site 一个是ERSPC 欧洲路特丹的Erasmus site 另外平行在East Block 在瑞士第二大城的一个大学医院 他们平行有两个cohote 这是retrospective 去看他们 这个他们有切片的结果 他们回头看 他们收下来 sample里面 这个P2PSA表现如何 那这个2010年 他们已经知道要算PHI Prostate Health Index 所以我们就直接抓重点来看 那数字很多 那他们有一个是 这个都是2到10 它有色物线癌的机会 但是又是在十几%到30%之间 那这个时候 这些病人 我们拿P2 P2PSA或者是PHI 它的数值 来当做marker 来预测这个人 切片之后会不会阳性 那这个如果 这个是sensitivity 抓在95%跟抓在90% 那它会有不同的spacificity 我们等一下从IOC 客户来看这个概念 那我们这一张slide先讲说 同样的条件之下 这个这些seedmarker 他们的同样的 这个sensitivity条件之下 它specificity 都明显的要比totalpsa要好 在这个study side是这样 在这个validation side也是这样 而且这个提升的幅度 都是comparable 这是一个很convincing的data 好 那11年这一篇study 我想它主要价值是 它是第一篇prospective 来看这个dhrl 这是意大利人 他们所做的study 所以我们看一个biomarker 我们怎么知道它到底 是不是好的biomarker 我们再复习一下统计 这个最理想中的biomarker 就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sensitivity是100 specificity是100 那它预测的能力就是这样 直角这条轴 那我有一个marker 我可以在很高比例的预测 它会是这个 基标准的这个结果 譬如说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切片 它切片之后它是cancer 所以这个切片就是黄金标准 它就是这一条直角 所以我如果有一个检查 它越能够在事前就预测 它切片的结果 那越是好的呢 它就越贴近这个左上角 所以它如果越好 它这右下的面积就越大 我们都知道are the curve 所以这第一个prospective trial 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PHIA跟P2PSA 两个 跟原来我们用的PSA 跟FreePSA 两边是拉开的 它形成两个集团 所以这个新的marker 在这个prospective study 是比原来用的total PSA 它比较基准 是更能够贴近新标准 是一个更好的预测性的BioMarker 那这些都是西方嘛 那亚洲 我们赛的这一边 大概是第一个 这个研究的这个setting很像 这是 它也是有两个cohort 就是development cohort是在上海 然后relationcohort是在香港 那它的这个PHI的切点 这个应该是切在90%的sensitivity 13、12跟27 所以有一点 我们等一下报告 台湾的data也是 不同的口号 好像还是会稍微 有一点点不同的切点 那我们先看 我们先直接看这个 ROC curve好了 那我们知道 越往左上角拉的 它就是越好的predictive marker 所以在亚洲人第一篇 在中国人身上 它的area under curve 这个数值越接近1 它就是越好的marker 的确 这些是比这个totalpsa要好 0.8跟0.59 在香港的这个site也是一样 接近0.8跟0.57 所以 我们从亚洲人的data也看到 PHI在预测这个人切片之后 它会是摄氏腺癌剂的表现 也是比total要好 那这是亚洲的第一篇 在新加坡 那他们有157个病人 都是psa4到10中间 这一个口号 他们的cancer的比例是19% 不过在这个cancer versus non-cancer psa从数字上是看不出差别的 这个是一个对比 但是PHI呢 在cancer的这一群 他们的min pHI比较高 所以这是一个prospective study 在跟我们比较接近的新加坡 那一样 这个我们已经很会看了 这个橘色 我不用点出来 大家可以预测 这个是PHI 果不其然是 那它比这个psa 它能够预测切片阳性的机会 要比较好 好 好 那这一边是大家 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 从病人的角度 我要怎么跟病人说 那 我们如果是 因为它收的都是4以上 所以4以上的这个sensitivity 是100% 但是我如果 不要那么的强求 我们设sensitivity 是90% 在这样的sensitivity之下 我会落实10%的阳性的case 那它的specificity 如果对下来是越高 那这个pile marker应该是越好 对不对 我从这里同样切90%过来 那这个specificity 越往右边 它就是一个越差的marker specificity越低 所以结果是这样子 我们这样子来读 如果我抓90%的sensitivity psa cutoff是4.4 那它可以减少25个切片 15.9% PHI你抓一样的条件 我抓90%的case就好了 那callow是设在这个26.7 减少77个切片减少49% 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 在这方面研究 一直想要看到的就是 它能够跟病人说 的确我们参考这样的marker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减少了这个切片 会是阴性的机会是这么多 那在其实我们刚刚一路看到 17年的发表 早在2012年FDA 已经approved PHI当作一个辅助性的 早期诊断射误性癌的marker 我觉得这是一个时空背景 因为2012年USPSTF 就我们刚刚讲的 美国官方标准 官方立场 才recommend against PSA 的筛检 但是 受限在美国就是第一名癌症 在亚洲国家也是 我们每年 好几个亚洲国家都是每年在升高 它就是一个越来越大的问题 我们的确是需要早期的把需要治疗的cancer抓出来 但是原来我们依赖了PSA 又被美国的官方立场content 不准我们做 这中间一个巨大的unmanned need 所以FDA在2012年就已经approved PHI 可以拿来做这个PSA的早期诊设跟screening 作为辅助啦 我们等一下看看 那我们直接看17年的版本 NCCN的guidline 这个是专门讲 社会线癌 early detection的guidline 那我们现在也都是这样 每天看到的 会来找我们 一来就从容满面坐下的 是因为他PSA升高了 我们会先repeat PSA 做digital 这个都还是现在的recommendation 虽然最近有一些新闻也是在整直digital 那后面已经明确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切片前 就考虑先验PHI 或者是其他的 这些辅助性的biomarker 我们知道的freeform PSA 4K score 这个是另外一个 我们今天没有touch 但是这三 这几个marker里面 这两个是有FDA approved的啦 PHI是有FDA approved的 4K score还没有 他只有在官方认证的某一些lab 可以用在人身上 并不是wide available 那或者是17年比16年多的MPMRI 我们可以在切片前 就拿这些来做辅助 然后做切片 这是第一个场合 那第二个场合是 我们往往遇到的是切片 这是EAU的guidline 文字上的叙述 但是精神是跟NCCM非常一样的 那第二个我们会遇到的signal 是病人因为这样子切片 它切片高达7层可能是阴性的 或者是要切完之后它是focal pin 那这个时候我们 在guidline上也是可以 我们也是可以在这个点 再去考虑这些辅助性的biomarker 值得另外再提的是PCS3 这是Ulin-based biomarker 但我所知台湾是没有啦 好 那这是EAU的guidline 针对过去切片之后 我们如何决定下一步的切片 那PHI 跟PCS3 都是有FDA 符合 好 所以Summary guideline的定位是这样的 这两个都是国际上最通用 可以说是权威的guidline 那他们的确也都建议在切片前 我们可以offer病人检验PHI 作为它是不是要做第一次切片的参考 那在某些条件之下 它是增加的specificity 那第二个时机是切片是阴性 那但是它PSA仍然高 我们要考虑是不是要再切片 我们可以提供病人检验PHI 那再决定是不是要再做切片 目的都是要减少切片之后 它是阴性的机会 那事实上它已经站稳了 辅助性biomarker的角色 下一个合理的问题是 我干脆以后测PHI就好了嘛 那据我所知是还没有拿到这个地位啦 PSA还是最wide available 绝大部分有一定规模以上医疗的实验室 都能够稳定的check PSA 但PHI还没有 但是的确包括我们等一下要分享的 台湾的data 都在不同的人种 都是满一致性的PHI 是outperformed PSA 所以我等一下大概简短花几分钟的时间 来报告一下这一年 台大医院跟台北荣总 以及北荣原三分院讲的 这种主任在那边 我们三个医院同合力收案 一年的现在的data 报告我们的data 的格式跟刚刚几天的paper都很类似 这是整整一年期的收案 从17年2月1日到18年1月 那我们事实上收拆群病人 我们今天是锁定在 因为PSA身高要做切片的这些病患 所以收案条件是PSA大疑似 或者是and or suspicious DRE 有一些会显然影响PSA condition 我们事前入奥掉 end point是切片之后它是阳性 那我们来看看PHI 他们预测率 它的sensitivity specificity是多少 那这是我们的basic characteristics 那这三院有638个病人 那不过这是4以上所有的病人 那这是平均68岁 所以cancer和non cancer 有一点点差别 这个跟我们每天面对病人 应该是蛮标准型的 那这个PSA在cancer这一边呢 Total PSA 在cancer这一群是10 那在non cancer这边是7.2 那我们的THI 在cancer跟non cancer 这明显不太一样 在cancer量的平均是55 non cancer是34 那这个我们再回头来 又是这个ROC curve 那我们已经很知道了 这个ROC curve 视觉上越往左上角 它是一个越好的预测的marker 我们这边只收视到时这些 我们关心 PSA表现不太好的这一群病人 这样的病人有404个 那在这404个里面呢 被诊断出cancer的是24.8% 25% 其实回想是跟当年Hopkins 他们发表的比例 非常的接近 比我们过去的data要高一些 所以我想人种之间的差别 或许没有我们原来想的 那样的明显 跟我们切片的帧数是有关系的 台湾人还是跟白人一样 会产生色物腺癌 有很多 相对于白人 比较多的ROC 这是我第一个心得 那更重要的是 在台湾人这个PHI的表现是如何 这个紫色 我不用点出来 大家可以预期了 它 紫色的是PHI 它是最靠近 左上角的这个marker P2PSA也不意外的 它是第二名 我们用Area Under Curve来看 那都优于Total PSA 它4到20 这其实更贴近 我们现在每天 在门审所会看 第一次看到的 升高的幅度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PHI还是 preserve 它的优势 那这个是 只是把它秀在一起看 不管在哪个range 这个PHI都优于Total PSA 那 回头用比较现实的说 到底我们测了这个PHI 可以减少病人多少的Ox 让它可以减少多少 切片出来是阴性的机会 一样 那我们sensitivity设90% sensitivity设在这里 那越过去 它specificity就越低 那越左边specificity 越好的marker 它就越specific 所以我们设90%呢 我们的cohort Cut-off PSA是4.9 它specificity是24 PHI我们直接看PHI 它的specificity是41 我们的Cut-off 是设在31.5 其实在国际上 不同的报告 还是有不同的range 对不对 我们大概是 其实是蛮集中的 蛮中庸的 但我们data做出来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cohort里面 如果我们采用PHI 我们可以减少30 用这样的标准 90%sensitivity 可以减少31% 32%的阴性切片的机会 在我们所有的切片里面 就减少了203个 当然这是一个描述一个概念 所以结论是 这是第一次我们在台湾人 台湾的population 验证这个PHI 反过来说这个机器 在cross country 也还相当稳定 我们的area undercover 不管在意大利人 在欧洲人 在中国 香港 台湾 大概还蛮稳定的 area undercover都是0.78 这是一个蛮reproducible的 一个asset 我们这个cohort cohort 是设在31.5 事实上 除了这个科学性 它是站得住脚 这也不稀奇 在台湾现在 我们这只是一个 这是一个起步 我知道还有好几家的医院 他们也都在不同的 IRP之下 有在做这样的验证 那我们这一个临床实验室 有再延长收案 在今年 还是如果有适合的状况 有计划要做切片 就会在这个一样的IRP架构之下 再继续的收案 那或者是 我知道台湾医院 已经在开始 跟台北市卫生局申请 这个检验的 这个专案的申请 那得到group 台北市主管的医院 应该都能够 就是在另外比较简单的专案之下 就可以收取支配 那但是这个现在还在 这个regulatory process当中 以上大概就是我今天的报告 很高兴就是我们的确在台湾 第一次验证 这个是一个有用的marker 希望能够进一步 减少我们的所有的男性病害 在政策似乎性癌 会经过的杀人 以上是我的报告 谢谢 谢谢林医师 接下来是我们专家座谈的时间 接下来是我们专家座谈的时间 那 呃 台大医院命六部 台湾封城秘妙学会 万新一 结束 接下来是我们专家座谈的时间 这是我们的订阅 来是我们专家座谈的工程